- 島通天地有行外,思路風雲變態中,歡迎收看股市藍海。 昨天的台北股票市場真的是相當相當的精彩啊,怎麼說? 看這個,3008的大立光,哇,又再度的創下了波段的新高,它也是台北股票市場裡面的歷史新高,最高已經來到了2050塊錢。 我們所有有在這個市場的每一個人,又一起參與了歷史,真的是太棒了。 然而當大立光往上攻高的時候,台北的股票市場也不遑多浪啊,中場也上漲了41點,並且又佔回去了8900點。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行情嘛,所以我們的名望石有沒有,又再度的往上做出一個噴出的動作。 然後在講明望石之前,我們先來講一下2358的每隔。 當時Jumbo老師給你講說,這是一首多麼美麗的一首歌啊,422的這一天有沒有直接給你噴到的漲停板。 漲停板的續航力怎麼樣?隔天423的這一天,差一檔又是公道的漲停板,來幫我拉近一點。 當時的漲停板在18.55這邊,我們請你先賺一趟,先把利潤放口袋之後,有沒有可以避開這個下跌的部分。 並且還不只是這樣,當它回檔來到了428的這一天,428是什麼樣的日子呢? 就是Jumbo老師給你講說,大盤啊,如果要打到季線的時候,就是這一天嘛,428。 這個地方就是打到了所謂的季線嘛,不就又是一個絕佳進場的好機會嗎? 一開盤就打到了季線。所以在一開盤的時候,每隔也創造出了一個絕佳進場的點位。 然後你從這邊進場的,尾盤給你收到的漲停板啊,這一天的價差之內,至少都有12%創造出來。 然後這裡幫我拉近一點。你從18.55,那附近可以出掉的話,這邊剩下15塊錢啊,有沒有空間又幫大家給創造出來了? 真的是一檔股票,來回做它個好幾趟啊,真的是相信大家都賺翻天了。 並且續航力怎麼樣,這才是最重要的嘛。 12.8的時候,當天至少12%。 4月29號再給你噴漲停板,你說有幾個%了? 430,再創下新高。 5月2號再持續的狂噴。 5月5號又再多的噴出了。 5月6號昨天的時候咧,來幫我拉近一點。 已經來到了波段的新高,再多的創下新高,已經來到19.9塊。 15塊漲到了19.9,替大家開心啦,相信每個人都賺到了。 從15塊又漲到了19.9,叫做幾乎是3.3成不是嗎? 33%啊,短短的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有沒有Jumbo老師又再度的辦到了。 相信大家都有賺到了,太開心。 然後真正最開心的是什麼? 4432的冥望石,擁有冥望石真的好幸福啊。 讓我們看看,當時Jumbo老師給大家報告這樣的一支個股的時候, 第一季的稅錢是1.16億元。QOQ啊,跟去年的第四季來比的話, 它成長了44.99%,就是45%,並且我們看的是未來。 第二季它估YOY將成長6成。 就是它456這三個月,極有可能比去年的456這三個月,成長了6成。 原本它的第二季是淡季,結果它淡季不淡。 那你說呢?有沒有題材可以吵? 哪有題材可以吵的時候有沒有人在裡面? Jumbo老師昨天說過了嘛,飆車的關鍵在於引擎嘛。 誰的引擎大,誰油門一吹,就可以往前狂奔嘛。 標股的關鍵在哪裡?在籌嘛。 到底誰擁有這樣的一支個股? 誰是裡面的引擎?這個引擎大或者是小,差別很大。 如果是一支股票,它因為新聞面的突然之間利多往上漲了, 但是沒有引擎,沒有人在裡面,往往都是漲了一天或兩天,就沒力了嘛。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有人在裡面的話,那就是一個波段的漲幅啊。 當時的冥望石,漲都沒有漲喔。 你們看到的是它現在漲起來,但是當時在這個時候它漲了嗎? 完全沒有漲,並且它是怎樣的沒有漲? 你看看,它已經是幾乎就是一整年都沒有漲。 它已經從去年的四月份盤到了今年的四月份才開始起漲了。 然後盤整了一整年,來到了三月份,漲了嗎?還沒漲啊。 這段的期間它還沒漲啊,盤了一年了,你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要發動?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裡面,正常人不會去買的,有人在佈局。 就我們老師幫你抓出來,4432的冥望石,某券商,中部的某一個分公司,從3月7號起,沿路的給你買鈔。 買到了3月24號的時候,冥望石這樣的一支股票,它買了425張。 同一個時間,它一張都沒有賣。然後當時冥望石的收盤的均價,大概在80塊錢。也就是一張是8萬塊錢。 425張乘以8萬塊,叫做3400萬。3400萬有誰會去買一支不會漲的股票?相信沒有人。 相信有這麼大資金的人會去買這樣一支沒有漲的股票,你應該大概知道它佈局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們當時把資料贈送給全國的觀眾朋友們,相信大家都有拿到。 有拿到我們當時贈送給大家的資料,一起站出來幫Jumbo老師見證。 有沒有422的這一天,我們421送給大家,422的這一天直接送你漲停板。 等都不用等,423的時候再送你一根漲停板。 當時421的時候,來幫我拉近一點。 421的這一天,最低點在94.8,最高點在95塊錢。 我給你講說這樣的一支個股叫做成一大王,來看整個圖。 左缺右口都打出來,相信這張字卡你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帶我們發大財啊。 然後到422的時候有沒有開始噴出。 423的時候再度的噴出,一直到428的時候來,已經漲到了119。 然後這樣的一支標股,在這個地方有人在吃籌碼你知道嗎? 吃完之後狂奔啊。Jumbo老師幫你抓出來啊。 有沒有太棒了。 然而有沒有他的續航力真的是太強大。 從4月30的時候還再度的給你噴到漲停板。 真的是所有的觀眾朋友,全國的好朋友們,開心得不得了。 有沒有大家都賺到了。 有沒有每一個人都藉由這樣的個股,輕輕鬆鬆的賺翻天啊。 4月30號狂噴、猛噴。 5月2號的時候又給你噴到了漲停板。 真的是擁有名望石,實在好幸福啊。 當時已經來到了,來幫我拉近一點。 134.5了。 真的是天天樂翻天。 啊翻天啊。 結果到了,昨天的名望石有沒有又給你公道的漲停板。 Jumbo老師有沒有有錢送給大家賺啊。 有沒有真的是天下第一勇的啦。 幫我拉近。 昨天的名望石已經奔到了138.5塊。 從一支94、95,Jumbo老師給你報告已經奔到了138.5。 你自己去算,波段的漲幅高達了多少。 有沒有大家都賺到了。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說,想要到達明天啊。 現在就要開始啟程了。 因為我們不只是美格,不只是名望石啊。 我們這一路走來替多少的好朋友們發大財啊。 並不是一檔股票就可以辦到了。 是一檔、一檔、又一檔。 唯有你一路走來,不停的有標股在你的身上。 你不停的知道該進場去重壓它。 怎麼樣叫重壓? 明望石這樣的一支股票。 底部打多久啊。 當時在這個地方你敢不敢重壓? Jumbo老師當然敢重壓嘛。 因為它還在相對的底部嘛。 來到了這裡你才不敢重壓嘛。 已經漲翻天了你敢買嗎? 卡公也知道。 這裡買風險很大。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地方買呢? 風險會大嗎? 風險一點也不大代表什麼? 你就敢重壓啊。 然而你敢重壓這樣的一支股票, 隨便給我尻個三成。 真的飆漲了。 對你整體的資金來講, 才會有幫助,不是嗎? 有沒有大家都賺到了? Jumbo老師要帶你做的股票, 絕對是有題材、有未來的。 並且它的股價都在相對低檔的這個位置。 好比當時的1262的F綠月, 品質綠巨人。 我還給你講說, 他就是做鋁箔包裡面的那一層膜嘛。 藉由所謂的國民所得開始變高之後, 人民對於食材的這個要求會變得更嚴苛嘛。 希望他可以保鮮, 希望他的耐久度可以變得更好嘛。 所以1262的F綠月, 有沒有當時, 在他起漲之前, 誰會相信他是一支標股? 然後當他開始起漲衝165塊錢, 直接給你噴到了278塊錢。 然後我有在這個地方你才敢中壓啊。 來到了這裡你敢中壓嗎? 來到了這裡你敢中壓嗎? 你肯定是不敢的嘛。 我有在這個地方, 帶你經常去中壓的, 才有辦法帶你掌握住真正的獲利啊。 我們有沒有右半道? 有沒有一檔接著一檔? 當時的F綠月, 有沒有Jumbo老師在節目上面給你報告的時候, 從我上節目之後, 他已經漲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開始, 沿路的給你飆高啊。 是不是跟現在的名望史一樣, 動不動就給你漲停板, 動不動就再給你創下新高, 動不動就是一路的往上狂奔啊。 有沒有波段的漲幅, 已經從165, 漲到了247.5, 太棒了。 已經是一檔一檔又一檔。 檔檔在創下新高。 然而今天Jumbo老師又做了什麼動作? 這個禮拜日是一個很棒的節日, 叫做媽媽節, 叫做母親節。 Jumbo老師的媽媽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媽媽。 所以這個禮拜日,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活動。 廣告的時候, 希望你要好好的掌握。 等到你掌握了這樣的一個活動之後, 你就有辦法跟上Jumbo老師的腳步。 想到達明天, 現在就要開始啟程。 如果你永遠不把這一步給跨出去啊, 你名望史要怎麼賺? 你日月要怎麼賺? 並且我們還有多檔的好股票, Jumbo老師會在下個階段, 好好的給你報告。 我們今天又出手了一支好股票, 什麼樣的個股? 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好嗎? 導播,進廣告。 I say, could I be sorry? 等一下, I see changes to my eyes, 好,喜歡就在這裡。 57瓶大字房,原始雅院。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之前姜波老師有給大家報告過 籌碼的重要性到底是什麼樣子? 它有多重要? 為什麼一檔標股的生命就是在於籌碼? 從剛剛四四三二的名望時, 喬姆老師給你講, 三月份這個時候就有人進場在佈局了。 盤整了一年, 這麼無聊的行情裡面, 誰要在這裡買啊? 原來他是看到了這一段。 然後當你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不是嗎? 所以籌碼籌碼籌碼永遠是最重要的。 然後當時姜波老師把名望時這樣子, 第一手的資料給拿回來,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吧, 姜波老師的研究團隊, 在這個市場上即便不講自己是第一名, 我們講自己是第二名好了, 我相信這個市場沒有人敢講自己是第一名啊。 然後我們親自去拜訪的名望時, 我們拿回來第一手資料給我們講什麼? 我們為什麼敢在他還沒起漲之前, 就把他贈送給全國的觀眾好朋友們? 相信大家都有拿到, 相信大家都有賺到, 憑什麼? 為什麼憑什麼有人敢在這裡買? 憑什麼我們敢給你報告? 有沒有噴出? 英雄所見略同, 又是一檔的表股不是嗎? 姜波老師再舉一個例子, 這一支股票叫做聖華, 籌碼姜波老師幫你掌握住了, 當時我給你講說這樣的一支股票跌掉了98% 成為人生勝利主, 不就是,來幫我拉近一點, 2384的聖華嗎? 然而我們持續的幫你追蹤, 為什麼外資要狂買? 這一路以來, 外資拼命買, 還不是買那麼一兩百張, 都是給你幾千張在起跳的, 有沒有發覺? 他就是在吃籌碼嘛, 然而當他的籌碼吃完之後他要幹嘛? 來幫我拉近一點, 他要價差嘛, 然而昨天的聖華不就帶量噴出了嗎? 他有沒有突破新高? 5月6號的時候, 盤中人生勝利主直接給你奔到了掌停板啊, 你想要賺到這樣的一支掌停板, 你必須事前就知道他有跡象可循啊, 你不能等到他掌停板的時候, 你才說哇,原來他會掌停板, 就好比明望石現在漲到了這個階段, 已經來到了138.5, 當時他還在七八十塊錢, 已經漲到了138.5, 你才知道他是一支標股, 我說黑龍來不及了啦, 但是幸好我們的觀眾好朋友們, 沿路以來都有在收看我們的節目, 相信大家都有賺到, 因為我們是在這裡就給大家報告了, 大家盡量去買,哇狂奔啊, 誰說行情不好的, 我們的股票動不動就掌停板, 動不動就往上狂奔, 一天到晚再創下新高, 有沒有擁有明望石, 實在好幸福啊, 這不是跟當時6208的日揚, 是一模一樣的情況嗎? 有沒有我們給你報告了他的題材, 他的業績之後, 6208的日揚這樣的一支個股, 不也是盤整了好久, 也是一年左右的時間盤完之後, 當時整個市場沒有人相信他會是一支標股了, 但是Jumbo老師同樣, 我們的研究團隊帶回來第一手資料給我們講什麼? 講說他好委屈啊, 這樣的一支股票價格好低啊, 所以我們跟現在看到的明望石是一模一樣的情況啊, 當時七八十塊我們看到明望石覺得, 哇這個價格絕對是要介入啊, 絕對是要開始發財的一個好機會啊, 當時6208日揚不也是一樣嗎? 我們看到他的未來, 看到他的題材, 看到他的股價才十一十二塊錢, 這樣的股票你可不可以重壓? 絕對可以重壓嘛, 然後他就從十一十二塊, 沿路的飆漲到了25.25不是嗎? 有沒有賺飯天? 有沒有當時Jumbo老師給大家報告的時候, 開始動不動就漲停板, 開始動不動就創下新高, 一天到晚漲停板創下新高, 不是跟現在的明望石是一模一樣的情況嗎? 有沒有發覺歷史就是一再的重演, 標股的走勢就是一樣的行進的路線, 然後當你有辦法掌握住這樣的股票, 離富豪不就又更進一步嗎? 我們不就可以藉由這樣的一些股票, 一檔一檔的賺嗎? 我們檔檔給他重壓嘛, 重壓之後他檔檔的噴出嘛, 有一個波段的漲幅出來之後, 你跟著Jumbo老師做一個同步進出的動作嘛, 他有沒有真的賺飯天? 有沒有沿路的噴漲停, 沿路的創下新高, 有沒有波段的漲幅已經幫你創造出了120個噴漲? 有沒有真的飛天了? 有沒有跟現在的冥王石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發覺我們一路走來, 不管是綠月,不管是日陽, 不管是冥王石都是在幹同樣的事情不是嗎? 所以我說想到達明天, 你現在就要開始啟程了, 唯有往前跨出一步的人, 才有辦法怎麼樣? 贏人家, 才有辦法把別人不要的行情, 我們把他拿過來自己賺, 有沒有太棒了? 也包括了, 之前Jumbo老師給你報告的, New Man, 我說他從盤下, 直接給你拉到漲停盤, 絕對不是自然的現象, 並且籌碼,籌碼,籌碼, Jumbo老師已經幫你抓出來, 一樣某券商的台北分公司, 來幫我拉近一點, 從2月10號起到2月26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給你買了3305張, 這台北的某一條路的某一間分點, 為什麼要買那麼多? 同一個時間只賣了50張, 豈不是跟明望時一模一樣嗎? 他買了5122萬, 有人在吃籌碼不是嗎? 所以他開始狂噴, 我說籌碼都還在, 到了昨天的時候, New Man, 來幫我拉近一點, 稍微有一點點回檔, 但是我說什麼? 你放心啦, 籌碼都還在, 他只是準備要公關, 準備要去挑戰他前波的高點, 如果他一旦越過去的話, 會不會跟明望時一樣, 又再多的龍飛在天? 為什麼他現在都沒有在賣? 甚至於到禮拜一的時候, 他還在加碼, 如果一支股票已經漲起來了, 到達他的目標價, 他會出脫嗎? 他會開始陸陸續續的出脫, 會有跡象可言嗎? 為什麼他沒有? 是不是跟明望時一樣? 跟我的研究團隊所帶回來第一手資料, 又是一樣? 英雄所見略同, 我們看到了New Man, 什麼樣的題材? 為什麼我們要在節目上面, 給大家報告? 為什麼John Paul老師要帶著我全國的會員朋友, 要經常去做出一個佈局的動作? 你等著看, 從我們給你報告以來, 有沒有空間已經創造出來? 如果等到他一旦突破了, 籌碼都還在, 我們看到的未來叫做什麼東西? 我只希望你可以跟上, 也包括了歷程嘛, 有沒有發覺太委屈了? 當時John Paul給你講, 結果有沒有開始噴出? 一直到了昨天, 有沒有還是在給你創下新高? 來幫我拉近一點, 創下新高不打緊啊, 有沒有發覺John Paul老師講完了, 投信跟外資也一起來共襄盛舉啊? 我說歡迎光臨, 謝謝你幫我們抬腳, 太棒了, 那麼John Paul老師要給你報告一支股票, 新的股票, 當時這樣的一支個股, 叫3685的微端, 它從15塊跌到了12塊這附近的時候, 其實跌幅蠻凶的喔, 然後從它回黨之後, 才是一個政治的起漲, 怎麼說? 這一支股票, 叫做工藤新衣, 423的時候, 它是一支全新的股票, 我說它有這六大的題材在裡面, 我才要給你報告, 結果, 在它起籌碼的時候, 第四天, 我還是給你報告, 但是我給你講說, 等過了5天再說, 為什麼要過5天? 因為新股的前5天, 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那時候的籌碼都還不穩定, 一直到昨天的時候, 我說它籌碼全部都被接走了, 中樂透的全部都跑了, 幾乎都跑了, 什麼樣叫中樂透? 因為新股要抽籤嘛, 抽完籤有價差嘛, 有價差這些因為抽籤, 而有價差的會不會賣掉? 會賣掉就是浮動的籌碼, 不安定的因子, 然後它藉由這幾天的震盪整理, 把籌碼都洗掉了, 我說太棒了, 該跑的都跑了, 然後籌碼全部都被接走, 多乾淨啊, 結果我們到昨天的時候, JOMBO老師我出手了, 我出手了啦, 一出手有沒有現買現狀, 直接奔漲停, 而且還鎖得好好的, 攻騰心意的這樣一隻個股, 籌碼洗得很乾淨, 會不會跟當時3285的威端, 突然之間蹦蹦蹦蹦蹦蹦, 狂漲, 希望你這一次要跟得上了, 財富的路程上, 絕對是一檔接著一檔, 你才會變成富豪, 想到達明天, 現在就請你, 開始起程, 等一下開牌, 就可以跟著JOMBO老師做出一個同步進出的動作, 這樣好嗎? 股市大海, 祝大家財富都能多得像大海, 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背包, 省水器材輕鬆省,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智福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滑罐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智福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滑罐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每天讓自己開心, 是一個必要的理由, 開心的距離存在從容的解拍之間, 走到最愛的第三節車廂只要21秒, 走了一百米的靠上, 相遇讓距離沒有距離, 簽署讓美好靠你最近, 紅竹簽署, 02-2628-3555。 你有消費的疑難問題, 或爭議申訴嗎? 請撥打全面。